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讲其中一块肌肉 就是专讲其中一个小腿的愁景的问题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身是学营养两年 然后到了中国去学着七年的这个中医学 过后呢 我自己开了一间诊所 然后呢 目前结合了这个食品科学 营养学和中医学来做治疗 让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下去呢 我之前也有在一些公司也工作过 然后我是专修这个食品原料的 所以我对这些加工食品呢 也蛮了解 那么今天呢 也要融入一些知识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们是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的食物 有些什么可以吃 有些什么都不可以吃的 那么因为今天主题是主要是讲这个下肢的肌肉 所以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我们下肢呢 这个肌肉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主要是从我们的这个臀部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小腿 到我们的脚板呢 都是很多块肌肉 这个主要是下肢群的 因为如果要讲的话呢 整个下肢呢 是非常多的这个肌肉要去讲 所以呢 我只是足重讲一小块肌肉就好了 就是这个小腿部的这个肌肉 它分成了这个肥肠肌 屏目鱼肌 还有我们的根腱 就这么简单 然后前面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筋骨前肌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主讲这个疾病 就是这个时常大家都遇到的 包括偶尔有时候运动过久 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 时常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 就是那抽筋 那么另外呢 也会导致这个小腿会发炎 或者是疼痛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个筋膜 其实这个筋膜呢 也是进来呢 才被科学家发现 其实它呢 造成我们肌肉痠痛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推拿 或者做一些这个按摩之类这样子的 它就可以舒缓这个筋膜的这个紧张 所以呢 就可以舒缓那个肌肉的这个痠痛 所以呢 这个筋膜呢 也是蛮大块的一个肌肉 它是附膜在我们的肌肉上面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主讲 就是关注于这个小腿的抽筋 来 我看一下 那抽筋是什么意思呢 它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的小腿在静态的时候呢 它是ok的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小腿的肌肉 如果在收筋状态的话呢 就好像你在跑步或是把脚提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脚跟会提起来 这个是在收筋的状态 那么你抽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算你在没有在收筋的时候呢 它开始收筋了 所以脚筋这个小腿会抽筋 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上因为运动过度 疲劳 然后呢 就造成这个代谢未能及时把它排掉 是我们讲的那个乳酸 所以呢 造成它小腿会抽筋 第二个呢 就是寒冷 基本上呢 一般上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长辈们呢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冷气 开冷气没有穿袜子 就一直长久下来呢 就造成这个脚呢 小腿就会受凉 受凉的时候呢 肌肉就会紧张 它就会抽筋了 那么如果睡到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抽筋的情况发生的话 什么办法急救呢 第一个呢 你可以很简单 就是立即的落床 双脚塌地 就是尽量的把脚放直 让那个血液流到这个脚板呢 它就可以舒缓这个抽筋 第二个方法的话呢 如果你是站不到起来的话呢 你就坐在床上 然后呢 就拉伸 就把你整个小腿的 这个大腿呢 还有小腿呢 就把它伸直 然后直接把它 就是拉直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做这个穴位的按摩 今天介绍了三个穴位 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那个图就可以学到了 然后你呢 就可以马上就 舒缓了你这个脚抽筋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讲了这个沉浸穴 这个呢 很简单 就是在你的那个脚的那个后面 就是我们的隔痕纹 这个 大腿的后面 从这里下去呢 大概一个五寸左右呢 就是这个沉浸穴 你直接按下去 只是按揉 按揉这样子 它就可以发到这个舒缓的作用 它主要呢 是帮助我们苏心活络的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本身 如果有便秘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腰流伤 都可以去按摩它 都可以有帮助 第二个穴位呢 我们来讲的就是这个沉浸穴 然后沉浸穴呢 就是在沉浸穴的下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舒缓这个抽筋 腰腿的疼痛 然后我们的坐骨神经痛呢 都有一定的帮助 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找你的那个小腿的后面 它有一个人之旁的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中间点 就是这个沉浸穴 就很简单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 因为我现在呢 做不到的动作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摸一下你的小腿 看下 你很容易捡 很容易看得到 就是你的 按摩到你的那个小腿的整块肌肉 从上面下去的时候 有摸到有两边 有一个人之旁的 这个穴位呢 这个是沉浸穴 它就可以帮助 舒缓这个肌肉紧张 还有小腿的抽筋 然后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尾中穴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 中医角度来讲呢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穴位 主要呢 帮助我们 舒缓这个抽筋之外呢 如果你有急性的腰瘤伤 如果有一些 跟弟们 或是一些年轻朋友 搬中东西的时候呢 不小心瘤伤了 这个穴呢 可以马上去按它 按揉它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那双手呢 这个拇指 然后放在你的那个 这个 腿的后面 你就马上可以按得到 它是在中间 所以很容易按得到 这个葛和温的中间 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酸麻胀这样子的 所以呢 它可以帮助 这个腰急性瘤伤的情况 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三个穴位呢 基本上它是同一条镜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围中穴 我们的沉浸穴 还有我们的沉山穴 都是同一条镜 所以呢 你按摩的时候呢 你直直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直下按摩 然后呢 按揉 按揉这样子 它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舒缓这个 小抽筋的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这个 腿部按摩 你也可以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它主要呢 可以舒缓这个 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紧张 主要呢 就是 你可以在那个小腿按摩 5到10次 整个手呢 就是按在你的 那个小腿后面的那个肌肉 把它推一下 就可以了 就好像这个图这样子 双手上下 放一个方向就好了 往上 或者是如果要向下了 就往下 一般上我们是往上比较多 然后呢 你就一路往上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血液的时候 你就揉一下 按揉一下 然后再上 然后再按揉一下 然后一直到这个腿中血 这样子呢 它有帮助 那个肌肉舒缓 帮助我们减缓这个抽筋的问题 然后接下去呢 第三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做的就是 刮刹 刮刹 如果有刮刹板的话呢 你可以在前面这个肌肉 外侧可以做 有些油上到上 油下到上 去挂 或者是这个内侧 然后还有这个后侧呢 都可以做 所以非常简单 这个刮刹的方法 然后接下去呢 第四个介绍呢 就是这个草药 我们通常呢 一般上如果肌肉紧张的话 我们都会用这个 勺而干草汤 擀上这个抽筋 还有这个疼痛的问题 放下去 这个呢 白草 两个药包了 治肝草 一般上呢 大家可以在药店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药材 当然这个草药呢 除了这个脚抽筋之外呢 如果腰痛 或是一些肌肉损伤 或是肌肉酸痛的话呢 都可以用 所以很多方法都可以 然后接下去呢 这个脚肝草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主要呢 是这个筋脉 饲氧的话呢 脚抽筋的话呢 都可以去用 如果是一些肚子痛 痛筋都可以用 腹痛也是可以用 然后呢 有些朋友呢 时常有这个胃痛的问题 或是胃抽筋的问题 这个药 这两个药都可以买来用 这是可以煲汤 煲一些这个汤来喝 这样子都可以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从饮食上 可以做一些调整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肌肉紧张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 缺乏这个酶 所以造成我们的肌肉紧张 舒缓那个肌肉的话呢 这个没有很大帮助 你从哪里可以得到呢 就是生绿色的一些蔬菜 多吃 坚果类 豆类都可以 第二个呢 就是缺乏这个钙质 建议大家呢 可以喝点牛奶 小鱼干 就是我们的酱鱼仔 都有很多的钙质 然后呢 黑芝麻还有起司 这些都有很高的钙质 可以多补充 因为那可以维持我们肌肉的正常的反应 减低那个兴奋 接下去呢 我们有维生素D 这个呢 可以重复于 我们的黑木额 或者大豆那边取得 这个维生素D呢 除了在食物上得到呢 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呢 去晒太阳 在晒太阳的时候呢 它也帮助我们生产这个维生素D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钙 钙最主要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这个香蕉 这个南瓜 这个我们的这个 它可以帮助稳定我们的骨骼 还有我们的肌肉的系统 所以这四个呢 大家建议呢 就是如果时常有抽筋的问题的话呢 这四个营养的来源呢 可以多吃 可以帮助大家舒缓这个情况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如何预防它呢 主要呢 就是如果你是晚上时常抽筋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抽筋 晚上睡觉的时候多穿 要穿这个袜子 这个是可以预防的 接下去呢 如果有抽筋的话呢 我们已经少吃以下的加工食品了 这个三合一的咖啡啦 这个茶啦 还有这个汽水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可能把我们的 盖制我们的煤给带走 所以这个东西呢 要去领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多吃什么呢 多喝什么呢 主要是蔬果类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这个有矿物质的 这个饮用水 建议大家 如果有市场有抽筋的话呢 不要喝那个RO水 就是那个没有矿物质的 那个饮用水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多喝这个有矿物质的水 如果长期有这个肌肉成痛的问题呢 建议大家去可以找医师看看 就是大家在那个各地区的一些医师 找去看看 因为长期肌肉有酸痛问题呢 不只是抽筋会影响那么简单 可能有其他疾病会影响 好